嗨呀啦 嗨呦 嗨 嗨呀啦 嗨呦 哇哦 五十只企鹅组成的马戏团 想不想一起去看看呢 五十只企鹅划着斑马模样的独木舟 浩浩荡荡地登上岸了 它们一路上吹着喇叭 打着大鼓前进 还遇到了老虎 乌龟和熊猫 老虎 乌龟和熊猫看到企鹅身上的看板写着 企鹅马戏团 今日初次表演 欢迎大家来观赏 他们感到很好奇呢 于是都跟着企鹅的后面走 最后来到了一个广场 到底企鹅马戏团要表演什么呢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永远看不到作者的创业与想象 这只是第一本哦 在接下来的每一本中 企鹅会带着读者到不同的地方 它们到海岛 到冰洋 到深山 甚至到大海洋 它们化身各种不同职业的人 进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遇到不同的动物 每一只动物跟企鹅都有非常逗趣的对话 只要你一开始读 我保证你一读再读 你会忍不住一口气就把它看完 这个问题很好 小朋友读完之后会发现 这一套的书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节奏 企鹅们浩浩荡荡来到一个地方 然后带着那些动物做一些他们平常没有做的事情 这些特别的事情在企鹅离开之后 整个地方恢复成平静了 动物虽然回到正常的生活 但是它们有没有改变呢 有的 因为企鹅加入了 它们带着它们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动 它们离开之后 企鹅离开之后 动物们开始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呢 我想作者一定也是趁机想要提醒读者 我们平常很多人都喜欢安定稳定 没有变化的生活 或者有点害怕冒险 作者就是想透过这一系列的书来提醒读者 在生活中保持好奇与想象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发现更有趣的事情 我想小朋友读完之后你也一定要开启你的想象力保持你的好奇心 这样你就可以跟着企鹅一起去探索更广大的世界 阅读是非常自由的探索活动 爸爸妈妈大可以把书本交给孩子之后 就让小朋友自己去冒险闯荡与发现 不过呢 东方出版社非常的贴心 他准备了非常完整的阅读学习单 就挂在网路上 阅读学习单包含了故事的大纲 阅读提问 还有关于素养方面的能力引导 更好玩的是 有七八个不同种类的阅读实作活动 有的这些 就像有了武功秘籍一样 爸爸妈妈先抢先读一读 你马上可以开始引导自己的孩子 你立刻get到这本书的精华 这套书是东方出版社乔良书 故事摩天轮系列 乔良书专门为六岁以上 从绘本跨越到文字书的小读者所设计 因为故事特别的精彩 所以小朋友才可以主动的 自动的去翻阅这套书 乔良书除了故事精彩 它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图文的比例 你经过特别的规划 有了这样的规划 在孩子阅读的时候 它是毫不排斥的 当然有趣的故事 不是只有小孩适合看 关心孩子的爸爸妈妈 也是这套书的读者哦 只要你开始阅读 你一定会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 欲罢不能 因为真的太精彩 太好看了 五十支悬出鬼没的契鹅故事系列 总共出版五本 每次它们都会有不同的冒险哟 让我们一起体会 企鹅特别的幽默风格吧